眼下正值夏季避暑旅游旺季 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 推出避暑精品旅游路线 同时出台景区门票减免 酒店折扣优惠等政策 让生态资源激发夏季消费增量 恩施州咸丰县平坝营国家森林公园 拥有13万亩原始森林 夏季平均温度19摄氏度 森林中的餐厅 古树下的餐八 树上的小木屋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这里打卡 消暑纳凉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 空气很好 人也很热情 想夏天带着家人 一起来咸丰 避暑旅游 在森林中搭起土家长桌宴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习俗 同时出台景区门票减免 酒店折扣等优惠政策 6月份以来 当地共接待游客达84.6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5.2亿元